范城城新单上线 杨颖李晨纷纷立挺 对李晨的称呼要大家困惑 了范城城新单曲近日全网上线 作为出道以来的第一只客人单曲 对范城城来说 算得上是一个新的起点 偶像练习生出身的他 凭借着自己的实力与人气 从众多的练习生中脱颖而出 成功加入男子团体组合9% 组合成立这么长时间 范城城终于有了自己的首支单曲 她的激动心情也是相当意料之中的 新单上线 杨颖李晨等一众娱乐圈的大咖 纷纷转发立挺 一下子曝光了范城城在娱乐圈的人卖圈 很多人说她之所以有今天的光华 相当一步发功劳在她姐姐身上 姐姐范冰冰如今自顾不暇还来不及 都说师父领进门 修行看个人 娱乐圈像这样的家族明星不在少数 光靠着赵贝给她点亮 自己没点火苗次 无论如何也撑不下去的 李晨与范冰冰的关系大家也知道 两个人从关系非常不错到正式成为男女朋友 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好不容易关系确定了 又出现了接二连三的波折 在这期间 李晨一直接并不一的陪伴 作为一个旁观者 觉得非常暖心 李晨与范冰冰及其家人的关系都处得非常不错 跟范城城两人游体打得火热 看两人以前的互动 范城城非常喜欢李晨 这一次范城城出了个人心单 李晨也是相当高调的帮着她宣传 给她一个大母哥以致鼓 李如果支持李晨的李婷 大家还没有感觉什么 但是范城城接下来的回复 确实在让网柔困惑了 要知道范城城此前经常姐夫姐夫叫个亲热 这一次却已改姐夫的称呼 一声成歌让人怎么听怎么困惑 李晨与范冰冰两人的关系进展 个人虽然一开始不看好两人 但是看李晨对范冰冰的一系列爱意的表达 由衷觉得这个男人真心不错 最重要的是 跟范冰冰两人的同况 能明显看出两人之间的粉色泡泡 这是如果没有 怎么都伪装不来的 一起走过风雨 如能始终不离不弃 最好的祝福给最好的你们 范城城的娱乐圈之路 也一步步往更开阔的方向发展 也希望她在之后的道路里不抱出心 沉下心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 给大家带了更多更好的作品 我们的生活贸易